復健的動作其實我很熟悉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是有練西洋劍 然後剛好西洋劍 它有一個非常傷膝蓋的姿勢 要往前對不對 對 就... 瓜哥你也有練過 那麼厲害喔 對... 其實瓜哥做的這個姿勢 那好多才藝喔 我們都採訪過了 真的 沒有 這個沒有... 對不對 尤其是你要做長刺 就是一些攻擊的動作的時候 你甚至 像我是幼撇子 所以我的 就是要靠我的整個左腿 有給我一個往前的力量 所以我要把我的膝蓋彎曲之後 再彈出去這樣 所以很吃膝蓋 結果後來有一天我就覺得說 我的左膝的內側這邊怪怪的 就是會痛 而且就是越運動會越痛 後來再來就看醫生 醫生告訴我說 你這個韌帶已經就是被磨損了 而且他也就是警告我 因為韌帶是不會再長的 然後就是如果你就是一直磨它的話 用完就沒有了 尤其是還有一些軟骨什麼 就是你如果磨損它 或甚至就是斷掉之類的 那怎麼辦 就不能練了 對 所以就要做復健 就是因為後來還發現了 一個延伸的問題 就是我的腳是扁平足 然後扁平足的話 就相較於正常的足弓 扁平足的腳踝的角度 會跟正常的足弓不一樣 那很累喔 所以當我腳踝角度是錯的時候 我的膝蓋的受力的方式 也就不太一樣 其實他會一直往上 但因為那時候問題發生在膝蓋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是 叫我一定要去做復健 而且要練大腿內側的肌肉 因為如果你把內側的肌肉 練起來的話 你就是韌帶的受力會比較 好像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就是會可以 避免他繼續磨損 所以你大腿內側應該 那個彈力的嗎 就是第一個 有儀器的話可以做夾 要夾 但是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是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把它做 你可以躺在床上 然後你就是平的 把腳這樣抬起來 然後再放下來 抬起來放下來 然後你的這個 腳板的角度 你可以稍微往外面 大概10到15度之間 你這樣在抬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你會躺起來 對 就是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練 不過要每天都練 而且還要很有恆心 才有辦法 這就是復健的重點 但我很偷懶 所以後來我就 放棄我的運動之路 你講得我非常熟悉 因為我也是低宮祖 稍微有點扁平 結果的確膝蓋傷得厲害 大家剛剛看 我這邊是已經突出來對不對 但我的全盛時期是六年前 裡面等於塞了一個鴨蛋 超大一顆的肌肉 照片看一下這邊 完全走了一顆的出來 那個走得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時候已經是到了一個 我的膝蓋沒有辦法彎 我沒辦法穿褲子 那這樣還在打球 我洗完澡 老婆要幫我穿內褲 內褲 內褲 用腳沒辦法彎 好嚴重喔 後來去看醫生之後 就決定開刀 因為我在十字韌帶下面 長了太多 小的碎的軟骨 醫學叫做 一開刀之後 二十幾顆 有的沒有的 大大小小的 像這樣子 怎麼會是 全部清乾淨之後 我的膝蓋一度平了 但這五六年又開始 又開始累積一些 為什麼 所以裡面現在也是軟骨 現在裡面也有一點點 可是沒有那麼嚴重 你這個是體質是不是 或是這樣子 不是 我要先講 因為那時候就是 那一次走那麼嚴重 就是你打完籃球之後 那我這膝蓋會走那麼大 是從十三四歲開始 青少年的過程當中 就一天到晚 打籃球 挫傷 挫傷之後 包中藥 狗皮藥膏 好了之後 再去打再挫傷 那個醫生講 骨頭是那一種 會自己修復的器官 那些拳擊手拿這個 常常去打牆壁 它這邊一定會比別人 來得大顆 就是你骨頭受傷之後 它會旁邊再多長一些 去破壞你的骨頭 那我的膝蓋一樣 受傷之後 旁邊就開始長一點 長一點 長一點 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的十字韌帶 下面積得太多 沒辦法彎 所以我就去開了 跟林書豪一樣的 十字韌 三個月基本上沒辦法動 就裝支架 然後我第一次穿上西裝 去播新聞的時候 我站著喔 風一吹 開到這個西裝 床褲會飄 右邊的骨頭 因為只能縮離一吋半 對 肌肉會縮 肌肉會縮 那醫生就說 一定要去從游泳 快手開始復健 不過也因此 我後來就去練了全人三項 運動更多 然後那骨頭也有用 你看 我老婆說以後死了 也不能夠抱著你的骨頭走 現在你活著 你的骨頭給我當項鍊吧 對 他好愛你喔 這個其中比較大的 我膝蓋拿出來的 對 他就做成項鍊 好有紀念這樣子 這多給他一個順啦 這多給他一個順 有需要的話 還可以吃 真的 好酷喔 對啊 那時候就膝蓋開這個刀 不過開這個刀真的是 蠻累的 要復健的時候 我有一個那個男孩子 20歲的左右 然後那時候 剛進大學嘛 他就是想說 想當個風雲人物 就進籃球隊嘛 那時候他的體重 大概六十幾公斤而已 那因為六十幾公斤 大家知道打籃球 有打的時候 撞來撞去 飛來飛去 怎麼承受得起 所以就是被教練要求要珍重 那心裡又擠嘛 那你知道 人在珍重的過程當中 你的肌肉 如果你的強度 沒有跟著一起珍重的時候 你一直一昧的 往珍重這個重量 增加上去的時候 你的上半身什麼都有了 可是問題 你的膝蓋可能就承受不住了 那結果他 蒸到八十幾公斤的時候呢 突然間他的膝蓋就 就跟這個 怎麼樣 他就整個爆掉 爆掉之後 他就不能再打了嘛 可是問題是 他在珍重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已經養成這種 大量禁食的這種習慣 從六十幾公斤 然後為了打球 先珍重到八十幾公斤 膝蓋爆了 然後沒有辦法調整自己的飲食 才變 然後一百三十幾公斤之後 他想要再運動 他根本沒辦法 他膝蓋真的很嚴重 他連一般正常的一些 復健什麼都會出問題 所以逼不得已 只好做了 然後瘦下來之後 才得以再重新去復健他的膝蓋 對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為什麼一些日本的太厚 我到南部看一些老太太 都是這樣 老阿嬤 都是這樣的 對 停不直 這裡倒是 他到底是長年的 立不起來 那是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以後 他的腰椎 絕圈盤 可能都 然後 壓迫才會產生 這麼嚴重的一個 很算脫背 對 有一些可能是 甚至大雷骨 或者脊椎 它是黏黏了 雖然沒有整個彎的那樣子 但是它黏黏了 它其實角度是沒辦法動的 但要活得夠久才有這種 對啊 對 日本很多老媽媽都是這樣 對 很彎 又還更低 那天我去南部就看到 有老媽媽就是這樣 為什麼 日本有幾個文化 第一個他們喜歡 舉90度的鞠躬 第二個他們喜歡 這些其實長久我們講說 脊椎是一塊塊 像那個正方形這樣疊起來 當你一直往前彎的時候 其實磨損的地方 很容易再往前 就變成這樣往前玩 還有以前可能 他們從年輕 種菜 對 種菜 種水稻的 那些老媽媽 都要自己親力夫 在洗衣服也是這樣洗 所以他長年來 這種姿勢比較多 日本的媽媽他們好像 都不是背前面 對 我周遭日本人的那個朋友 他們也都是把孩子背後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小時候我們給媽媽背 也是背後面 可是現在都變成背前面 對 不過你可以發現 有多做家事的老人家 真的都是這樣 你看老人家的婦女 他如果那種貴婦 其實你看她不太會這樣 我就想說 如果是做家事做太多 如果是老人家 如果是老人家 太老人家 但貴婦會有個姿勢啊 手會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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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比包包 還有 老的就是這樣 所以以後不做家 就說陳醫生說的 第三個 第三個 女性醫生呢 約有75%的機率呢 會得一次私密處黴菌感染 那請問 何者是典型的感染症狀呢 黃綠色分泌物 腥臭腐敗味 還是白色的乳酪分泌物 氣味不明顯 或是水狀分泌物 散發魚腥味 這個太難 怎麼亂猜了 你要選 這真的很難耶 魚腥味是什麼概念 沒有 魚腥味就是魷魚絲啊 魷魚絲啊 魷魚絲味道你聞過嗎 根據自己的經驗 這什麼話 你怎麼講得那麼棒 什麼好意思呢 二嗎 我選三 你看我跟蔡牧妍選一樣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選二 因為一跟三 他都會去看醫師 因為他已經會變 看樣子 可是這個東西他 沒有味道 他沒有味道 他也不知道他病痛 我覺得會比較不再看醫師 比較容易忽略 對 比較會得 一就看起來是最不正常 對啊 所以 那這個也不正常啊 你都有疑心的話 怎麼不正常啊 可是黃綠色更恐怖了 對啊 就是因為他是單選題嘛 覺得黃綠色那個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應該有白帶的 就是應該會白色 可是就是白色 它又沒有氣味 點心白帶才多白色 我覺得我對 腐敗這兩個字比較敏感 我好像播過一條新聞 男友發現女友有腐敗味 什麼之類的 典型的感染真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普遍 沒一句 這個比較普遍 我們要了解 題目再來講答案 如果志氣男 不志氣所以男 亂舉還會被人家吃醬 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那麼多 都要說錯 你說 不敢講啊 這樣子我好難講 不敢講啊 沒有 因為女生跑外景 一定會有感染 像我們這種外景人 最容易的就是 黴菌感染啊 夏天以前 那通常我自身的經驗就是 你可以不要強調自身經驗啊 就是 對 沒有想到這集可以討論 這麼久 我們醫療界應該看一眼 就覺得是答案 好難喔 恭喜瓜哥再度答對 真的假的 怎麼會 這個還需要回答 你們講的通通事大 我都覺得很好笑是不是 怎麼會答對 你經驗好多喔 身經驗豐富 傻眼耶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